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YUNI很Smart的Loki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讲一些关于Pest Control的进入里程 有开心的,有好玩的,有紧张的 有刺激的,我们会向大家汇报 因为我们相信,真感情永远是好文章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请记得按右下角 按下小铃铛,给我们一个赞 再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我会讲有关COVID-19 新冠病毒的一些注意事项 OK,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 请记得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把我的screen分享给大家 来,PPT OK,好 现在开始,OK 那 OK 为COVID-19做好准备了吧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呢 如何保护本人 和他人提出以下建议呢 注意犯犯新冠病毒的感染 了解情况 明智行动 带人游战 团结互助 是怎样是讲的什么呢 你看一下哦 如果你有呼吸急促 明智的错法是 打给一个人 然后立刻就赢 这是很重要哦 接下来 比如说 必须各位单位的各国家里面 必须要遵守世界组织 以及当地的卫生管理部门 准确的公共卫生建议 了解 COVID-19 新冠病毒的基性状况 始终检查你的兴起来 然后不要道听 不要散火谣言 这是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也造成了恐慌 如果你已经16岁以上 或者是以下有基础性慢性病炎的人 比如说心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的有病 以及糖尿病的人 不要去拥挤的场所 也不可以去 人会接触很多人的地方 对影响的 对已经受到 那个新冠病毒影响的人 必须要表示同情 了解这一项病毒的 评估风险 采取实际行动 可以反反措施 然后呢 你必须要经常问候 尤其是问候被隔离的亲人 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是要多多关心他们 鼓励他们喜欢 继续做喜欢的事情 分享世界卫生组织的心境 以协助亲人 控制那个情绪 向孩子提供冷静 以及正确的建议 这是我们作为父母 最重要的责任 分享最新的事情 不要夸大其词 身软影响他人 然后讲述一些 成功的经历者的故事 给大家听 这是很重要 那我们要怎样 保护自己和他人 不要受到这个 新冠病毒的儿生病呢 首先洗手 手脏子用肥皂和自来水洗手 如果手不是很特别脏 可以用肥皂和水 或者是含酒精的消毒液 洗手液 洗手 那防止自己和他人生病的方法 有 在磕瘦或打分地后 洗手 在照顾病人时 洗手 在自备视频之前 时间和时后 请洗手 饭前洗手 饭后洗手 便后洗手 手脏式洗手 处理动物或动物排线后 要换了内 请洗手 保护他的免于生病 比如说你磕瘦 打分地的时候 请用纸张 遮住袖口 或者遮住那个 那个口臂 完全盖住 将用过的纸 丢进 关闭式的垃圾桶 或是箱里面 磕瘦或打分地以后 再照顾病人时 请要洗手 以下就是COVID-19真真假假的一些事件 以下这几点 第一个 很多人说 新冠病毒呢 到底会影响老年人吗 还是年轻人类有没有感染 首先呢 这年龄节省 所有年龄节省都会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 我们在法来西亚 最小有不到出生的几个月 大到七十岁的人都有患上病毒 年纪较大和患 让那个哮喘者 比如说痰病 尿病者 心脏病等疾病的人 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机率更大 更高 所以呢 卫生者 那个WHO呢 借我们这种年纪呢 以及这些病人呢 要多加照顾 以及保持手部的那个干净度 是非常重要哦 OK 量体温 那个是 新冠病毒干净方面 最有效的方法吗 其实是不一定哦 因为呢 其实有些人感染后呢 他不是当天 立刻发病 因为受感染者 他会延迟到第二天 以及第十天后 才会发病 才会发烧哦 不过受感染者的人 都会发烧的 所以我们要多加注意一下 抗生素 antibiotic 有预防新冠病毒吗 这方面有效吗 其实呢 抗生素呢 只是对病毒 是完全没有效的 它只对吸菌 bacteria有效而已 所以呢 我们 那个 antibiotic 并不是真正是对 抗这种病毒最有效的效果 OK 吃多了算能预防新冠病毒吗 但是 嗯 在目前 世界健康组织 最新的报道 这样到9月30号 是完全还没有的 OK 那定期用生理盐水来洗鼻子 是否有助于新冠病毒呢 其实跟世界健康组织的表明 其实没有说明 可以说 用支持方法 可以预防 洗呼吸道的感染咯 那 有专门预防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吗 到目前为止 其实讲一段的 还是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家人们请多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 怀孕和母乳未养 到底是不是能 要注意些什么呢 OK 苏如果说 我怀孕了 我如何预防COVID-19 首先 第一个要做的是 你要全力洗手 OK 保持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距离 达到1米以上 这个重要 不要触摸你的眼睛啊 你的鼻子啊 以及你的嘴巴 可受过打破机时 请记得用纸巾 或者是要修口 遮住你的鼻子以及你的口 OK 如果发烧 可受莫夫性困难 请 打 请找就医哦 需要以疫情来 打电话 来问医务人员的一个指示 亲密接触和早期存母喂养 有助于 的茁壮成长 如果有护患上COVID-19的妇女们呢 应该要多加支持 以便能够安全母乳喂养 帖身抚抹心生儿 即使呢 和宝宝和住一个房间 所有妇女呢 都有权利在产前产中 找获得高质量 也会付了 OK 然后患有COVID-19的妇女 如果愿意可以进行母母喂养呢 她们要注意一下事件 第一 保持良好夫妻 卫生习惯 并戴上口罩 第二 触摸婴儿后呢 前后都要洗手哦 然后列一些清洁和消毒物体的表面哦 因为呢 我们认为呢 所有妇女 不管她们是妇 拥有COVID-19 都有权利得到 良好和安全的分娩服务 包括受到尊重 和体面的对待哦 不管有患上 还是没有益猎评的 可选艺人陪同 产客人员要清晰沟通 才有软件登通的措施 在可能情况下呢 准许产妇走动 并获取 选择分箱的体力 OK 如果换上 归来店的服务 你因为身体不适 不能补抹 以支持她以下的方案 这都以下 集出骨子 OK 然后再补抹 或使用 获得证券的补抹 等等 OK 最后呢 在归来店的期间呢 我们要如何应对 以下的压力哦 所以在危机中呢 我们都很会紧张 会害怕会恐惧等等 OK 所以我们必须要听前 打电话 联系我们这种 亲朋好友啊 给保持这种免疫 OK 如果你在家里呢 你必须要多加 注意的是 你要保持健康所有方式 比如说 你的饮食习 你的睡眠 也多一些锻炼等 和多一点 给家人多做交流 OK 不要用吸烟啊 喝酒啊 来贫富于自己的情绪 OK 必须要了解正确可靠性的方面 一般是新闻啊 或者是新闻台译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KKM 或者是世界健康主持 传出来的消息 不要道听 乱传播消息哦 这是很危险的 减少你的家人 话在看或听 可能会感到沮丧的一些报道上面哦 如果你在以前呢 有什么事 或什么一些 减压的方法 或是让你走出 从历境之道 走出成功的方式 你可以多加利用 来鼓励自己 OK 不管怎样都好 OK 我们相信呢 这个疫情期间 虽然面对很多的问题 不过我们相信 明天 都会是更好的 OK 如果与下有什么朋友 请记得留言给我们 OK 我们预祝大家 在这个情节 我们互相携手 一起走下去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大家